美轮田径场是许多民众出外运动的首选 也是许多行动不便 乘坐轮椅长着晒晒太阳 透透气的好地方 但是日前就有民众拍下 田径场内的残障厕所 被两部电动单车占用充电 照片一公开 让民众觉得好气又好笑 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照片中两台电动单车大喇喇的停在残障厕所当中 车身上还有一条电线连接着在墙面上的插座进行充电 这个夸张行径被民众拍了下来 公开发布在脸书社团当中 让许多人觉得好气又好笑 引起不少关注 美轮田径场厂长陈钊伟及辖区远景 在贴文后立即前往田径场查看 但发现电动单车早已离去 经过调阅监视器后才发现 原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月1号下午 据远景主动到场了解 案发当时为110年2月1日的下午 因涉案当时民众未立即反应 本所将持续调阅监视器画面 查明充电民众的身份 由于田径场属于公共空间 是否有切电的行为 将由主管机关来做评判 本所将待主管机关评断后 再依法进行后续的处置作为 美轮田径场目前已经将相关市政交给警方 后续将会由县政府及警方来讨论 该如何做相关处置 那个管理单位这里已经在厕所这边 有侦测相关的告示 那后续我们也会加强人员的巡检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这里的监视器 也会不定期的去就是进行更新这样 那如果民众对于场馆的设施 有任何的需求或建议的话 也欢迎可以直接跟我们主管单位来联络 那我们会收到之后 我们会做世界的判断 然后证实我们会增设一些相关的设施 那这样子民众就可以用适当的方式 来使用我们的场馆的资源这样 美轮田径场是许多民众出外运动的首选 也是许多行动不便乘坐轮椅的长者 晒晒太阳透透气的好地方 田径场也呼吁民众 在使用公家资源的同时 也要顾及他人的权益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导